近日烏軍的反攻可以用細魚破出來形容 在東部,烏軍已經進入盧金斯克的範圍 在修復尼曼之後,冰封已經到達克里米勒 在南部,在宣布反攻之後一直沒有大變化的克里松地區 近日烏軍也突破俄軍的防線,修復大量領土 那麼下一階段烏克蘭的反攻應該集中在哪個地區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現在烏克蘭俄佔區的基本情況 現在烏克蘭俄佔區大約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是南部的克爾松,這個地區對俄羅斯很重要 如果這個地區失守,克里米亞的工水就會被中斷 而且亦都會令到烏軍可以攻擊到克里米亞 所以對俄羅斯來說防守的重要性最高 不過,由於克爾松地區帝列伯河的橋樑都已經被烏軍摧毀 去阻止俄軍增援帝列伯河阻岸 但這亦都是代表,就算烏克蘭完全收復帝列伯河阻岸 烏軍都很難可以渡河進攻帝列伯河右岸 烏軍要在克爾松地區大規模渡河就實在不容易 第二是東南部的澤波羅爾 這個區域自從馬里乌波爾失守之後就基本沒有什麼變化 不是衝突的重點 但這個地區對俄羅斯來說的重要性也是較高 因為如果被烏克蘭反攻,收復馬里乌波爾 不單止會令到烏克蘭士氣大震 還會切斷了俄軍南部和東部兩條戰線的六路聯繫 令到俄軍調兵的形象更加麻煩,路程更遠 更甚的是,如果烏軍冰封到達了亞粗海北岸 那烏軍的海馬斯也可以威脅到克里米亞和赤大橋 如果克里米亞被擊毀,或者克里米亞持續遭到攻擊 對俄羅斯來說,遭受的政治壓力都會很大 所以澤波羅爾對俄軍來說也是比較重要的地區 第三是頓列茄克地區 不過,頓列茄克自從2014年衝突開始以來 雙方都已經扣足了非常鞏固的防線 對雙方來說,進攻都是非常困難 這也是為何開戰到現在八個月以來 在這個地區的戰線都沒有什麼大變化的原因 剩下的就是東北部哈爾科夫勞金斯克一線 烏軍經過幾星期的反攻 俄軍在這一帶的防線就已經不鞏固 接近崩潰的邊緣 這個區域對俄羅斯來說可以說是最不重要 不過,烏軍現在也不適宜進行太深入的反攻 因為如果烏軍深入反擊 直到盧金斯克和俄羅斯的邊界的話 對烏軍來說就是形成了一個三面受敵的突出步 在烏軍不會攻擊俄羅斯本土的情況之下 防守就會非常困難 所以在盧金斯克 烏軍最理想就是反攻到哈里米納到特羅伊齊克一線 這樣戰線最短方便防守 所以對烏軍來說 對烏軍來說 最理想的策略是在盧金斯克 反攻到哈里米納 特羅伊齊克一線 之後完成對克爾松地區 第列百合左岸 包括克爾松市的收復 之後再調動兵力 集中在澤波羅伊反擊 一舉切斷俄軍南方和東部戰線的聯繫 目標是修復瑪利烏波爾 這是在可見的將來 烏克蘭最佳的戰略選擇 多謝大家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 記得按LIKE 分享給朋友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已經開設了Youtube頻道會員功能和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